音樂 曲 陳寺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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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編曲 編曲 編曲 對我好好 都會拿所有蘋果 真的只能聞不能吃 好好聞就送給你 我真的吃了才知道 那苹果怎么那么好吃 从来都没有吃过 她有想我能够去她那边 可是我妈妈就不准 我觉得好像是在拔河 对 各位好欢迎来到 大家的会客室 为您推荐的好戏苏竹 今天邀请到我们的本尊 苏竹妈跟我们聊聊天 欢迎苏竹妈 主持人好 大家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每一个人可能出时 面对败其实都吃饱 对 对不对 应该 都希望让它渴热 有点烫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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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对对对 对不对 但是我不能选择我出生的家庭 我不能去主张 我要在什么环境当中过生活 所以其实我会想要知道说 小的时候因为 你是别人抱来的 妈妈抱来养的 妈妈虽然想 很极可能极希望给你一个 很好的一个成长的环境 但是妈妈的职业 爸爸的职业 还有她的习惯 我们不得不这么说 传统的风气当中 难免会遇到指指点点 对 你会扛一扛 其实小时候 还好没有人在我面前指指点点 可能是背后 现在回想起来要感恩说 出头给妈 她也就 因为会给你东西吃 你不觉得小朋友有东西吃 就会听她的话 她会教我们说 你孩子要端庄 那不能做拍摄事 不要像你的两份 她都会带着 比如说她要有没有去赌博 就问我 那我默认她就知道是成人 她说这个你就不能学 将来会加不到好 所以我觉得 陶给妈的用心是 她希望纵使有人指指点点 讲的也不要是你苏族 对 所以她想要把你教好 对 对不对 对 我就觉得她常常会 一点零用 那个零食给你吃 然后她就会再这样地教 那也会教你 不要跟阿嬷硬碎硬紧 你才会被打 其实你阿嬷是一个 很伟大的阿嬷 她用教的 或许跟我在教孩子不一样 可是她是像你恨铁 恨你不成钢 所以希望你能够 好好的孝顺你的妈妈 所以同样的心境 如果猝头家妈很知道 一般人这样 嚼舌根会有 所以她希望 至少我可以教你 把你教好 你不会被别人指指点点 中文之下 妈妈说不定也有同样的期盼 所以可能如果要回去 努夏上班的时候 妈妈是没答应的 对 因为从妈妈从小都很正向的教导 她因为也答应过我的生母 她说 因为我生母看她的穿着 不是一般女孩子 对 然后她就跟她讲说 我为了家庭 我必须要帮助三个弟弟跟妈妈 所以我是在理社做理中 那我的妈妈就跟她讲说 那你不能把我女孩卖去理社 她说我绝对不会 我记得她曾经就是不让我去赌博 不让我去理社就是有跟我讲过这一段话 她说你不要学习这不好 其实我很辛苦 她有讲过 她说一般的女孩子 很不想过这样的生活 都是要看着别人的喜怒哀乐 她有讲 了解 了解 所以 但是她身旁的人就不这么想 对 你说我们的厄女这么漂亮 如果富士要经济的时候 怎么没要全家给她 怎么来这上班 她说理社老板 我有去过 对 我好好 都会拿那个食物 那个苹果 真的只能闻不能吃 好好吃 好好闻 就送给你 我真的吃了才知道 那苹果怎么那么好吃 从来都没有吃过 她有想我能够去她那边 可是我妈妈就不准 我觉得好像是在拔河 对 所以你看我们回到刚才的那一个话题 当在理社的时候 你说那个老板娘都拿烹饭 跟你说 让你觉得说你看 有钱赚多好 尤其是在我这里可以这样赚钱多好 生活可以过得好一点 这实在说就是在想你 对不对 那是一种诱惑 那当初 因为你刚刚也提到 其实你不想嘛 那你会怎么拒绝她 其实我当初会去 对老板娘那么好 也不是因为她东西好给你 因为我想待在这地方 我将来如果有一天我想自己开个店 我就可以赚钱 以前比较弱 如果不是现在我们可以先租房子 那些货都是卖了才来年钱的 对 所以你也不用怕 所以以前都想说要有很多的本钱 所以到长大才知道说原来不用 因为她钱是你卖了或是先给她一半 你卖了再再再一半的钱这样 不然你下次就没有地方再补货 那也因为当时的妈妈没想 她是只反对你来理事工作 你可以做委呈行的没有关系 她觉得说委呈行是在那时候 是最有赚钱的一个行业 而且那时候都走失货非常多 失货你就跟一个菜籍的 玩家的价值都不同 钱光市场的货大概卖六千 我们这里五千还会比她赚更多 了解了解 所以当你开始会知道说 有机会可以靠自己赚钱的时候 慎选行业很重要 那因为你也不喜欢就是 那个旅社陶价女要跟你邀约点 就真的就借由这件事情就离开 对 借由就这样 离开这里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委托行吗 对啊 对不是 第一个工作是先去 我做过很多 你不要做过什么 我也是去过去拿鱼票 弄酒店 我弄酒店很有幸福 弄酒店是去被三舅抓回来 她说这个女孩子就会完蛋 因为就会写男生这样 她就说不要 这个看电影去看 这个米达 我觉得最辛苦就米达 我觉得赚不到什么钱 我也不要 那我自己想说 我将来如果做老板娘 我可以去开店 做委托行可以打扮得很漂亮 所以你对委托行很早就有认识 就有认识 是因为你居住的环境 基本上是一个非常热闹 多姿多彩的市集吗 不是 是我居住的 有租了两位小姐 是在上班的小姐 就是酒家上班 她每天都穿得很漂亮 那化妆是到店里才去化妆 可是他们回来的衣服 每次都穿不一样 我就会想说 他们到底在做什么行业 怎么那么轻松 是后来结婚才知道 原来她是酒家里 你自小孩就很爱跟人家讲 听着这疼高 这疼高 自己有点疏伤是吗 是啊 就是好纸嘛就是跟她说 什么看着让人家走 不要像那两位 其实那是很可怜 因为将来也找不到好老公 我们说可是她穿得很漂亮 她说是年轻老的 就没有本钱了 好纸嘛就是这样跟我说 身旁有好多人 会适时的给予一些提点 对 我觉得很棒的是 我相信苏竹妈在小的时候 一定很喜欢东问问西问问 所以我们身为大人的 有时候对于孩子的问问题 第一可能听多了会觉得烦 第二觉得你竟然人不胜 其实她有好多的疑问 可是因为身旁的一些大人 适当地给一些正确的答案之后 影响到的是一辈子 环境它可能会造就一个人 可是每一个人讲的话 也会影响一个人 我想苏竹大概从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会一点一滴的记得好多 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讲话的时候 也要小心做孩子的贵人 对我想为什么上来会要有大爱 这个大爱会客室跟大爱剧场 就是要让小小的朋友就种三根 什么是对跟错是用演出来最清楚 你讲的会忘记 你演的他就会记住 看看苏竹妈的小时候 也会是我们学习的教材之一 请大家明天继续收看我们的大爱剧场 感恩思足妈 感恩 感恩 感恩你收看今天大爱会客室 我们明天见 感恩 那我觉得说我妈妈 刚好什么事都吞进去 所以我会觉得说她身体会不好 可能跟这个吞下去不会消化 应该是吞下去不会消化 不像现在 我自己心肝来 对啊 不像说上人会教我们 要把它消化掉 然后你才不会说她心肝够完 我会觉得我妈妈 她其实很漂亮 可是回到家里很少看她笑 除了这一对一个人会笑 就是我爸爸 她就跟她就会笑得很甜 其他看到她的妈妈 她的弟弟 也都是一般的姐姐这样